我是英伦旅行顾问王建伟 13年的海外生活经历 15年的一线的旅游同业经验 那么今天在人生40周岁的舞台之上 希望有幸借助非你莫属的舞台 能够遇见我人生当中的职场伯乐 我是王建伟 我为自己代言 谢谢大家 朱老师啊 终于见到您了 谢谢 41比我小一岁 七八岁 是的 是的 朱老师 我经常看您的一些节目 所以我感觉男人就应该像您这样 非常的睿智 低调和有内涵 会聊天 而且朱老师 我不自签地说一下 就是我可能是非你莫属节目 有史以来 在旅游这个板块来讲 可能是准备最充分的一个人 你是不是就冲着六人游来 今天希望能够和六人游的曹总 能够有缘成为我人生当中的职场伯乐 谢谢陶总 好呀 我也很期待 希望你们牵手成功 那今天除了旅游行业之外 其他的行业考不考虑 不考虑 因为我非常热爱这个事业 我不是把它简单当成一份工作 你确定啊 非常确定 你们都可以灭灯了 对 在各行业和港位里面身扎了这么多年 我认为这个选手应该是十分优秀的 我觉得今天我应该能招聘到一个得力的干架 这个你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呀 在2002年到2005年之间呢 我是在大连国里工作 在国内旅游做了三年 就感觉要对自己人生 有一个更高的一些规划和一些挑战吧 所以呢 去了日不落帝国英国 然后呢 并此呢 到现在为止一直在那里长期地定居 为什么选择去那儿 因为我前妻呢 就是一直想定居在英国那边 想在那边发展 她一开始是想留学 但是后来不幸她拒签了 就她一直有这么一个梦想 对 她是那种女强人类型的人 所以你带着这个梦想先去大头战 靠我前妻 我这个前岳父岳母的鼎力相助 那个时候是借他们家里 25万人民币出的 那后来你去了以后她也去了 对 她是陪伴签证嘛 就是双双十线的梦想 为什么要分呢 我觉得还是我主要原因 因为在那个年代 那个那几年前吧 我呢可能不像今天这样成熟 和大家分享了一些英国的一些 曾经的一些生活的往事 感觉呢 真的是一种昨日重现的那种感觉 那你现在是什么时候选择回来的呢 我现在没有回来的打算 我必须 对 我现在是定居在英国 所以呢 我今天的求职岗位的非常明确 就是英国的海外项目的 整体的运营总监 你要去薪资多少 我要薪资可能比较特殊 大概八十万人民币加 这样一个概念 八十万年薪 对 加 这样的 月薪大概是多少钱 七万 六万多 七万 六万多吧 六万多嘛 是吧 对 真的确定就她一家 别的都不选啊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过来 好 谢谢 好 还有一盏灯 好 非常感谢 谢谢